5月7号 河南郑州拱益双槐树古国时代都益遗址考古中的发现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 经过连续多年考古发掘 专家确认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养勺文化中晚期巨型巨落遗址 并获专家们命名为河洛古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华文明探员工程首席专家王威7号表示 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规模大 等级高 然后内海丰富是在整个黄河陆域5300年前后 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的遗址 所以我们叫做多一些的遗址 然后放眼全国这样的规模的遗址在全国方面的遗址非常好 据介绍 117万平方米的双槐树遗址发现了诸多中国之最 北斗九星大型遗迹及有关建筑 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成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出土的中国最早古质残雕艺术品 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 实证5300年前后 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残骚丝 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丧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代表 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巨型中心居址 其规模布局结构和相关建筑的离性质 均已初步中国文明化社会早期大型公式建筑的特征 三处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墓 三处祭坛遗迹 是目前黄河流域养勺文化时期遗址的首次发现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 它如何起源发展备受关注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博迁表示 该遗址重大考古发现 是打开黄河流域文明起源的关键钥匙 尤其是北斗九星以及诸多凸显理智和文明的现象 北后是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 这个一直在发现 可以从后来的历代 都成的建设当中 往上推 可以看出来 一门相成 发展出来 所以说 这个发展最后 它本身重要 是个组织 而且呢 它还原意到了我们中国 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 所以历代历代的 发展出来 中国5000年文明没有断 那么开头就是从双坏处移植开始 据了解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 中国又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旨在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 与早期发展历程 王威表示 该遗址重大考古发现 为中华文明找到了源头 我觉得从探查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 这样一个角度来讲 双坏处移植的发现 具有不可比例的重大力 我们找到了华夏文明的源头 因为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 所以从这个一步说 我们也找到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五千多年年年不断 实际上是中华 华夏中联系统创造了文化的传统 它的理智 它的天任合一的思想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 是中华文明的核心